那时候你就做日子 大牛在这边 不给他露两手来可以 来来来我来来 我来做小弟 然后我们开始拍 哎呦呦呦 拖椅了咧 哈喽大家好我是杰哥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 Bootree Harbor这一边呢 评测手机哦 也就是上一次有带给你们的 OPPO Reno 10 Pro Plus 可是这一次哦 有加多一位对手 也就是三星 机王中的机王 S23 为什么对比它 因为它有支持一个 三倍光学变焦 而OPPO Reno的强项也在这一边 因为它有搭载一个 64MP超高像素的人像镜头 也支持了三倍光学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大概对比啦 给你们知道一下 它的Quality可以去到怎样 然后就来到 Pootree Harbor这一边呢 来物色一些杂伴看 是不是可以做我的model的 诶诶 这个不是比比闲吗 嗨 诶比比闲 诶你是唱那个 我妹K那个 我妹K Boo Loo Boo Boo Loo 看浪浪浪浪浪浪 没错 所以我身边这位就是 啊 诶 ok 身边这位就是 比比闲 Hello IG我会放在这边哦 没错今天我们请到一个 非常特别重量级的女嘉宾 今天就是她作为我的一个拍摄对象 就用这两台手机 把她的摄在她脸上 今天剩你脸啦 ok 剩你脸 那时候你就做事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这么多你把刀这样进 是这样子啦 就是要这样的吗 就是要这样的 过来吗 ok ok 可以接受吗 可以 这个camera man很会 所以现在我们就用住人像三倍进行拍摄 其实在风格方面啊 你会看到三星 它会稍微颜色压得更深 它就是会把整个颜色鲜艳化 而OPPO的话呢 它会看到呢 整个 有一点 OPPO的演算偏于冷白加上浅色 整个成像看去最接近自然的颜色 守在以后期编辑 它的空间会更大 你是讲那个三星颜色看去很深 嗯 OPPO的给你是一个比较 比较 提亮 比较提亮 这样的感觉 比较提亮冷色 这样会吗 嗯冷色 对冷色 其实它有它的美的 如果是男生来说 那个深的颜色啊 男生可能会比较喜欢 对于女生来讲喔 OPPO就拿捏死死了 OPPO很明白女生 它要的怎样的东西 所以通常它在调色方面呢 它会针对女性的那个范围 去做研究 就比较偏于冷色 比较柔和 看去比较美 大牛在这边 不给它露两手呢 也可以 来来来来 我来来 我来做小弟 然后我们开始拍 哎呦哎呦 拖一了咧 哎呦 没有拍到 哎呦 没有拍到 拖了那个 成绩出来就可以了 那个过程不用紧 尽量用三倍 对对对 你全部按三倍 对 一二三 yes 然后在它长焦 你会发现到那个三星呢 它会稍微的更远 OPPO的话它会稍微近一点 可是拍出来的效果 跟它层次感也是差不多 来 对焦方面啊 你会觉得OPPO那个比较快啊 比OPPO比较快 你看OPPO的对焦 就很明显 现在啊 我们就在背观的情况下 我们try看他们HDR处理到底怎样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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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在HDR处理 这两部手机都拥有非常好的表现 对于人像的追焦 跟构图方面 精准的抠图 在给予一个层次感的划分 背景的虚化 造就整体的成像呢 都非常有层次感 不过在演算方面呢 还是一样三星比较偏深 不过在部分情况下呢 OPPO抓拍的时候 它的天空识别度呢 可能会低一点 变成就会处于一个曝光的情况 但是 人像抓拍依然是非常强 在整个演算跟整体的视觉上 看去是非常柔和 至于三星 人像一样的问题就会比较偏深 可是在背景风景的抓拍 它的颜色准确度就比较高 还有一个点哦 就是细节上的差别 OPPO的64MP前望是 当你一放大跟三星比较起来的时候 就会看到在暗部的地方 Samsung就开始出现 隔状噪点的问题 在细节上比较的确 64MP所展示的分辨率就高出很多 演算法相较的也比较明亮 64MP果然细节 同时在虚化效果 OPPO的人像追焦 背景虚化 它的效果是渐变朦胧 非常有单眼相机的效果 三星的虚化就多了一点违和 也就是虚化的不够逼真 好像是被crop出来的感觉 但这个状况只是有时啦 在户外拍摄光线足够 它这个问题呢 也会随着淡化 去到夜间人像拍摄 噪点处理 这两部手机都有共同的毛病 就是需要定格拍摄 因为晚上光线不足 它的演算比较复杂 变成需要拿的比较长的时间 进行合成拍摄 当一拍出来的时候呢 细节上 Samsung的Noise就比较严重了 在黑色啊 或者是color的地方啊 人像的追焦啊 你会看到整体的噪点问题就比较严重 而OPPO呢 能看到发丝分明 看去柔和平整 充分还原了每个细节 虚化一样 看去也比较自然 在一些特定啦 并不是说完全 OPPO就是碾压干扮这个Samsung Samsung在一部分的拍照啊 可能说在背光的情况下 相信它能够还原的那个细节比较多 OPPO的话也不差 可是你就是要抓拍多几张 它才能够精准识别到背景跟前面的冷像 然后进行一个准确的构图 这什么标准 标准的专业指甲 本来是要给你们看一些对比有关自拍镜头的 可是这个女嘉宾她看了觉得不可以拍不下去 三星在自拍镜头这一块呢 可能需要再加强一点 可能说美颜效果啊 广角这些啊 因为没有的关系呢 手照就自拍方面的体验呢 就大倒折扣了 除了相机进步非常多 在充电功率还支持了 100瓦SuperWatt闪充技术 三星则维持在25瓦的充电功率 据刚刚一系列的测试呢 女嘉宾特别开心 拍的特别爽 越拍越上镜 这两部手机呢 其实在人像拍照都有一定的水准 在各自的领域呢 都有自己的强项 可是OPPO的话 整体的演算呢 来描述一下 就比较白一点 比较白一点 对 OPPO她的演算比较偏于冷白 所以对于女生来说是特别的喜爱 因为冷白显白嘛 是吗 而Samsung的话 她是比较深色 可是在特别的场景呢 用Samsung的这个演算法去拍 又好看哦 可是在一些情况下 大部分啊 就可能你在户外啊 拍一些背景啊 风景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 OPPO的整个成像啊 看去就比较smooth啊 看去比较漂亮啦 然后这个就按自己的喜好啦 你喜欢冷白的话 相信女生一定追路爱喝的那个 我们来做个总结 目前三星的话呢 它的售价是在一个4300 OPPO的话是在一个3500 相差呢 不多不少800块 如果是你有这个budget 你outgrade上去的话 可是在相机的performance方面呢 并不会有太大的距离 至于在性能方面 可能会输少少啊 因为毕竟是一个budget 2 跟8plus用玩 相差半袋 可是在performance方面 以整体的运行呢 拿来玩游戏啊 日常生活啊 其实是足够的 如果是你对这台手机 非常感兴趣 你可以到你附近各大的OPPO旗舰店 去摸摸培养感情一下 看看是否 是不是像杰哥讲的那么漂亮 是不是像比比贤说的 那么好拍 啊 你是啊 你就知道了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迷思的杰哥 我就是比比贤 yes 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